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S基础课程 那上一期课呢,我们讲到了HPS 它的一些这个简介 以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RueKeep的一些相关这个发展历史 包括以及如何下载RueKeep 以及如何去安装RueKeep 那我们只讲到了一些这个基本概念 我们这节课呢 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如何去安装RueKeep 那这是我们这个三代服务器 三代服务器 我们是 有了主机 比如说这个主机名是这个Master 161 162三代服务器 那我们这时候呢 要去安装这个RueKeep 我们根据前面这种 安装过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RueKeep在哪里 在这里 RueKeep 3.4.6 有点差点接力 那这时候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要把这个RueKeep 就已经解压了 那我们要进入了吗 我们看呢 解压后的一些文件啊 我们看到里面有没有 到到COF模式上面来看 它里面有这个 zoo.simple.cfg的 我们看我们的PPT 我们是不是把它改为 zoo.cfg啊 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 我们不能去更改啊 那我们 通过Move和CP都可以啊 我们通过CP吧 zoo.cfg 拷贝为什么 拷贝为zoo.cfg 好 我们通过VI命令呢 来进行编辑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啊 它里面很多都是一些 目录都写好了 那我们直接把 这个data DIR这个目录改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 临时目录啊 这个当你这个RueKeep 或者机器重启过后 这个里面内容就没有了 当然说我们不希望 这种事情发生 那我们把它去改一下 我们改到opt big data 然后我们改个 叫做zkdata 我们改成这样的目录 那这是一个选 这是一个client的端口2181 我们可以不用管啊 啊 那这些都可以去默认 我们唯一要改的呢 是这里 啊 这里要改 我们把它考过来啊 我们这是这个叫做什么 是吧 我们看这个主机名是什么 一个的改啊 叫161 162 我们来改这个 他主机名161 2883 那还有一个是162 是吧 162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呢 must 啊 这是must 这改完了 是吧 那到这一步呢 我们整个一个配置啊 要更改配置的呢 像已经结束了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去 去建一个这个 zkdata 我们文件放在这里啊 我们看这个我们的PPT 他呢 我们这时候要做什么 我们这时候要在这个里面 去创建一个名称为myrd的文件 内容之为1 啊 那很简单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vimyrd就可以了啊 那只为1 看到没有 这个文件已经创建好了 哦 不是在这里面 在zkdata里面 我们copy过去 move 你可以对他 我们到zkdata里面看一下啊 有个myrd了 我们再mall一下 看看myrd只是多少 好 啊只是1 那到这一步呢 我们整个配置向啊 都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配完的信息呢 我们要拷贝到这个sleeve02 啊 和mass这个机上去 那我们来进行操作啊 我们cp scp 我们从scp scp 然后到 然后是rookieper 我们要这个杠啊 在目录全部拷贝过去 我们拷贝到哪儿呢 我们拷贝到哪儿呢 我们是远单拷贝了啊 拷贝到sleeve2 下面一个opt 下面一个opt big data 摸到下面来 我们拷贝过去 我们拷贝过去 好 本地对本地的拷贝 scp呢 从远单对远单的拷贝了啊 我本地可以拷贝到远单去 那我们再去考一会儿 然后我们到这里面来啊 我们到sleeve02上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已经进了是吧 我们这里面创建一个make dir zk data 里面呢 我们要建议创建一个文件 p i my id 它指示多少是二是吧 哎 我们还记得前面的配置项啊 那我这个 这个机器已经配好了 我们到这台机器来 我们看一下 哎 文件就靠过来了 这是我们创建一个mkdr zk data 我们进了zk data 这个目录下面来 我们再创建一个 my id 啊 三 好了 到这一步呢 我们整个集群呢 就已经配置结束了 我们随便的哪里 继续启动 啊 rookiever 闭目录下面 我们看一下 他你有这些这个选项 我们敲zk server.sh start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到这里面去敲啊 一台机一台机去敲 我们再到这个集群 我们再到这个集群 凌二啊 zk server.sh start 好 那我们怎么判断 他这个有没有起来呢 我们先通过gps看一下 怎么起来 对吧 我们看101100 也没有起来 好 他没有起来 我们看看没起来是什么问题啊 我们冒一下 啊 他说这个 呃 五下一个配置 我们看我们的配置 哪里错了啊 啊 一般呢 就这里错了 我们看我们看一下他的日子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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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 Builded UK 并上 无色的配置 MyID 所以说这个找不到 是吧 OPT BigData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里面怎么会没见呢 MyID 1 我们看100的这个是报道是怎么错 OPT BigData 这里面行业没有 MyID 这是3 我们到102上看一下 OPT BigData 这里面好像也没有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把键拿去 MyID 2 我们怎么会键到这个里面来的啊 我们 我们 这里面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cd, rule, bing 上面, zk server, access, 电, start 这个已经有了, 102 bing 上面, zk server, access, 电, start 这个已经有了,我们看 101 好,这个已经有了,那我们看状态,状态 这个状态呢,我们就是这一次呢,可以看这个flow,是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看这状态 他是leader,那这时候他已经选主成功了 因为主机点已经选主成功了,我们来看他状态 这是一个,这也是个flow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一个 rule keeper呢,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这时候可以去看他 我们通命令行去看他 命令行怎么进呢,我们看一下 叫 zk zk cl dsh,然后呢 这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抢 help,我们看他的一些命令 他有这些命令,我们可以去用 比如说这是我创建一个,创建一个目录 create 对吧,我们看他的命令, create 这个 data test 实际上我们创建一个,比方说这个零, data test 好,创建好了,我们可以抢 ls 跟目录看一下 这是不是也有了个 data test 是不是 啊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 data test 这个值给拿出来呢 哎,我们可以下面的命令 get 啊 啊 get 方式 get呢 data test 还有没有 这还有个值,哎 这是我们一些这个 这个 啊 你们命令一下,比方说这时候是创建的序号啊 创建时间 等等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仍然可以在这data下面呢 再创建此目录啊 比如说 这个 我们创建一个什么 data 啊 他内容是什么 data 我们可以看到了啊 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我们这时候再来get这个data啊 他就能得到一个什么 我 子节点个数是一个 他可以自动 计算子节点的个数 啊 自动计算子节点的个数 那这个呢 是整个一个Rocable这个机器安装 那我们呃 这节课呢 基本上终于结束了 结束之前呢我们回顾一下啊 我们 前面那些课的一个前面那个 安装啊 有问题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为什么啊 会 会失败啊 呃 我们把这个值啊 这个值应该是在这里 我们直接放这里面了 哎 两个目录自己搞错了 混掉了 大家一定不要混了 那没有问题啊 如果说你安装失败了啊 出问题了怎么办 啊 啊 这个 不管你在做大数据还做什么 你一定要记得一点 要先看日志 在这里啊 Rocable 我们冒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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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前面呢 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起来的购物他选主啊 他去连其他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他去连101节点啊 因为101我们还没起来 对吧 这时候你看没有啊 这是很正常的 哎 别说我们前面报这个错误啊 前报错误说没有这个 路径没有啊 那我们把这个路径见错了啊 啊 他这个呢 已经很简单了 是吧 但凡又错误发生了 没有关系 你要去看 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啊 问题什么地方 好的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啊 大家可以 试着去根据对方教材呢 来搭建一个呃 入kip的集群 然后呢 通过命令行 进行相关的这种创建节点啊 修改节点 删除节点中操作啊 呃 熟悉啊这个入kip的相关命令 好 那这些课先到这里